看到就是TQE Plus,这也是一个认证中心 然后呢,之前呢,其实我也考了他们家蛮多的证兆 尤其像那个什么Python的证兆 像Python的证兆,其实目前它好像... 目前有几张?有四张吧 所以当然很多概念其实也从这上面来的 那这个证兆其实比较强调是实错啦 就是说,它将来考试就是给你题目 然后呢,叫你现场把它程式打出来 那目前,我在考过的大概就... 就这个,截取 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上课的还蛮像的 只是说呢,差别只是说把那个Python改成VBA而已 那目前呢,这部分当然也有人在... 在分享,不过我发现在网路上分享 用Python爬虫的绝对比VBA多非常非常的多 诶?那我就觉得蛮奇怪了 至于要开这个课我就觉得其实VBA也OK啊 而且哦,如果你用Python爬的话 你将来...假设你习惯用Excel 你还是要丢到Excel里面再去做后续的事情 那变成说你要变成两个阶段完成了 那你老不如一次...假设你先用直达车的话 一站到底,那你就用VBA就好了啊 OK,当然其实VBA已经出来很久了 至少可能30年一定有了 那我是觉得VBA跟Python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啦 就是说,Python大概到现在...流行到现在大概5年吧 顶多应该没有5年10年...顶多有没有10年不确定 但是呢,在10年前好了,其实最热门的是Java 在Java在前面10年的话可能就是有别的语言的 比如说之前流行过什么?流行过那个Darnet 比如ASP-Darnet,VP-Darnet,有没有 然后慢慢又改成Java,然后又改成Python 但是VBA有个优点 就是它30年其实什么都没什么改动 OK,改动幅度很小 但是呢,它也不是最流行的 但是也不是最不流行的 也就是现在,Excel里 我看能够取代Excel的软体应该... 目前好像没...应该很难想到吧 虽然有很多免费的啦 像什么LibreOffice、OpenOffice 甚至Google试算表 但是说真的能够完全把它取代掉吗? 好像很难的,因为之前我发现很多单位都想要用免费 但是很多员工都哇哇叫 一定要买Excel,不然不会做事 所以最后好像很多企业还是妥协了 这点我倒觉得还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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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那反正现在VBA还是有人用 所以我就开...而且我自己还是...自己蛮习惯的啦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当然如果你们未来对于Python不排斥有兴趣的话 那不妨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然后去练... 大家不见得一定要考证照啦 因为你大概了解一下 那其他他还有AI的部分 OK 那接下来如果今天我们的需求啦 已经...重点不在这个啦 重点是我们要把这个资料爬下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我提过,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把原始码整个爬下来 因为刚刚我们的原始码是直接贴到A1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需要先把原始码抓下来的话 那其实只需要用我们之前教过的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应该各位不陌生 那个物件名称叫做XMLHTTP 那这个主要做什么? 就是抓原始码就对了 所以哦 如果你要抓原始码就主要这四行 这四行第一行是你的网址 那网址在哪里? 网址就在这个 所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HTTP物件的上一行 给他说我要抓这个网址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把这个网址 第二个产生一个物件 就是HTTP的这个物件 它主要的作用在做什么? 就是帮你抓原始码就对了 所以呢 这个后面这两行 一行是Open 所以你把这个网址丢给他 用什么方式? 用GET 当然顾名是这样 也可以用POSE 不过POSE是 主要是传背后参数的 那这个一般用GET 你用GET好了 GET他 然后把网址给他 然后要不要同步? 不要同步 OK 然后呢我们就Open 之后的话呢 就是跟那个 就是Server沟通一下 你帮我把这个网址里面的东西 把它直接打开 打开之后就有一个Request 需求 然后你就Send一个讯息给他 所以呢 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点像 我提出需求 他就会Response 所以呢有Request就会Response 那Response的话呢 他就会透过这个物件里面的一个属性 把原始码 所以哦 其实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他就把这个原始码 Response给你 那当然因为这个是浏览器 比较容易理解 可是如果物件的话呢 其实也是把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 这个上面这两个动作是Request 底下的话就会有一个叙述 叫XM这个物件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ResponseTest 那顾名是ResponseTest 就是把那个原始码丢回来给你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我们刚刚的RangeA1 就是从那个RangeA1里面取得那一个原始码 差别在这里 所以其实前面这四行 主要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TQC Plus官网里面的原始码抓下来 接下来后面都一样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爬这个类别名称 这个什么 它的证照的叫什么 这个类别名称的话 那我刚刚有提到按右键检查 所以选它之后 我建议各位可以习惯一个方法 就右键 然后检查一下 它就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这一个目前你所停留的 这一个应该叫Element 它的元素 里面包含了它的内容 它的标签 它会用这个有没有 帮你用有点像底色变成浅蓝色 跟你讲在这里啦 所以你会发现 它前面一样是一个什么呢 DIV 小于DIV 那就是一个TegName它的标签名称 然后它有个KS叫这个 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找了一下 这个好像刚好65个 所以我们用什么呢 getElementsByTegName TegName的话直接把这点两下 Ctrl-C 贴到我们程式里面 就是找这个东西 那你会发现它就会帮你把65个 这个通通抓回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的叙述 就是我在那个栏位名称里面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先给一个叫类别名称 放A1里面 这个栏位名称自己加一下好了 然后再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0到65个 所以应该是0到64 所以要减1 然后把抓到的这个资料 就是这个什么资料 by class name 这个class里面的所有的inner test 里面的文字 所以它会抓到什么 抓到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等于是这个标签中间夹的这个文字 帮我把它抓回 就inner test OK 所以我们把它run一下好了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先加一个类别名称 它就把65个 Ctrl向下看看 对65个嘛 因为栏位名称1 所以总列数的话就66 OK 好 那一个OK之后的话 那下一个怎么办 下一个一样的道理 所以下一个的话 我们就中文名称 那我们找到的 第二个特征 刚刚有提到 所以一样哦 选这个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要抓这个特征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 上一页 刚刚点到 然后呢 把它一样选起来 或者你不用选 直接按右键也可以检查 可能要慢慢习惯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它会一样 如果你在这上面 按右键检查 它也会mark这一行 告诉你 哦 这个的话 你是放在一个 tag名称叫H4 好 那所以我知道 我刚刚也Ctrl F 查一下 Ctrl F 然后帮我查一下什么呢 Ctrl F Ctrl F 这边就会跳出一个寻找 这一招我也蛮常用的 就是寻找这个网页里面 这个特征到底数量对不对 所以 你就打一个小鱼 然后H4 是不是65个 对耶 65个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里面的 Innertest 把它抓回来 那就OK了 所以呢 一样的方法 那我们就是一样跑个回圈 所以底下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是把这个程式 把它加上去 所以一样哦 就是我在利用HTML物件 里面的GETELEMENT 加S byTagName 然后把H4放进来 它就帮我把那65个资料 通通抓回来 那我再把 跑个回圈 再把它里面的Innertest 一个一个放到B栏里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我用CELLS CELLS就指的是哪个出生格 然后呢 I的话呢 为什么加2啦 因为我要放在从第二列开始 那因为你可以看到上面I 是从0开始 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开始放 所以呢 我就把它加2 然后B2 B3 B4 一直放到B66 OK 放什么呢 放它里面的Innertest 放到这边 所以哦 中文名称就OK了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中文名称OK了 那一样的道理啦 英文名称的话呢 它的特征呢 我们刚刚也有看过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按右键 检查一下 诶 small 那我也用那个什么呢 Ctrl F 寻找过 它刚好 也是66个 所以用small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by tag name 所以呢 后面底下 就是再把什么呢 再查一下 查什么呢 查这个small这个标签 然后一样呢 得到的就是66 所以呢 一样把它放在C栏 所以呢 sales i加2 从第二列开始 然后C栏里面呢 就把small里面的资料呢 通通就帮我抓下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栏宽自动帮我调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就会帮我把所有 你看到的65个资料呢 全部一次性的就把它爬回来了 其实我是觉得 只要你能够找到特征 那当然前提 你可能慢慢习惯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在右边就会出现了 不过啦 有同学说 老师那右边太窄了 我希望整个全部程式 因为有些程式 那个HTML太长了 那我看起来不舒服 我能不能把它放到下方 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其实这边有三点 它预设是会固定在右侧 你可以固定在下方 三点这边 它就会在这边出现了 这样看程式嘛 因为有的程式嘛 会比较 就比较宽 所以如果你假如看不到右边的话 那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 像这个按右键 检查 慢慢习惯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没事 不要 不需要全部 把所有的原始码 通通看过一遍 因为我是知道 我习惯放右边 固定在右侧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 不需要每一次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没有人那么有时间 在那边慢慢一直看原始码 OK 连我都觉得看原始码 其实 有点累啦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爬什么 干脆直接记得啦 按滑鼠右键 先把你要找的资料 找到按右键 检查一下 然后看一下特征就可以了 那主要是 take a name class name 或者是说有一些有ID 像这个有什么 A有一个ID 有没有 你也可以 假设你要抓 这个超连结 那你也可以通过ID去抓 那底下的话有一个练习 所以如果假设 你们这个做完 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去抓这个about 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这个底下的about 也把它抓回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底下有 这边有about ok 那我希望把它抓在某个除纯歌里面 那该怎么做 或者是其他啦 像这个啦 甚至这个link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link 每一个个别的抓出来 并且再把里面的超连结 也给放在 可能一个A栏一个B栏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刚刚也有教到 所以如果假设你做得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要爬你要的东西 就没有问题 试试看好了 ok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